大家好,我是戴维德 今天这个西本文的事正好给大家讲讲 另一种有用的工具叫做Shredder 我是觉得挺有用的 所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咱们大家小伙伴现在处理院子里的东西 前两期我讲的有一个用Posal 把树干上的不需要的长枝给剪下来 前面还有一期我讲的是Reciprocating saw 可以切断那些你站着能够到的树枝 粗的树枝或者比较中型的树枝 Reciprocating saw 今天的讲那个Shredder 它就是把那个细枝给你变成很碎 Shredder大家知道是碎纸机 也叫Shredder 这个是碎木头 咱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Shredder 同样也是这种使用电比较多的工具 通常有几种 对吧 是要不烧油的 对吧 要不烧电子 这个就是烧电子 烧电子 同样还有长长电源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保险 对吧 然后呢 这边有个 这个呢是推树木的一个手柄 因为你不要用 因为里头有那个锯片 对吧 所以你不要用手机推 用这个 帮你推树木 树枝 这边还有个电源 电源的小插箱 没有它呢 你是开不开的 对不对 所以通常有这么一个保护的孩子 不让他随便去玩 对吧 通常这种东西 你要跟机器分开放 然后把它插进去 这是开关 你可以开 对不对 对不对 这开了 咱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这个呢 是能够碎 它有一个规格 能够碎 1.5寸 最多 1.5寸 38毫米 基本上是这种树枝的三倍左右 对吧 三倍多一点 现在咱们看看碎正的树枝 怎么样的碎法 咱们来 把电源打开 拿来 把电源打开 一个粗一点 再 把电源给它直了 放进去 把电源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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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不好放 也不好扔 有个这个shredder呢 它能够把这个树枝呢 给变成叫做mulch 对不对 你可以扔垃圾 也可以铺在树根底下 作为肥料呢 作为装饰都可以 好不好 今天西北温这点事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的带位得 如何过了 谢谢大家 我听听不听 我们的带位 后面 终于我们的带位 要注意 我 这一个